然后呢 这块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模型的构造 然后这个随机森林啊 咱们没说啊 咱们之后再说 然后咱们来下面看一下 我有这样一个模块 在我的这个SKLearn当中啊 有一个模块 要给大家非常重要的强调一下 它叫做一个grade search 这个grade search啊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去选择参数 但是现在我并不知道 什么样的一个参数合适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自己的想一想 现在参数比如说 有那么十几种情况 那我进行一个便利 可不可以啊 来看一下哪些参数的组合 它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啊 这个grade search cp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咱们写了一堆复循环 复循环当中啊 我就去找 比如说 现在你可以设计一些参数的组合 一个参数组合 它是一组 另一参数又是另外一组 我们可以设计多组的参数吧 去找一下 哪一组参数 它的值是更合适一些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比如说 有些参数啊 有些参数我指定了 mean simple split 相当于是我最少 有几个叶子节点的情况下 我才能进行一个分裂 是吧 它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里呢 你说你指定个3啊 指定个6啊 指定个9啊 指定哪个值 它比较合适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说 我就需要循环吧 咱们刚才不是有测试级吗 我在训练级上进行训练 在测试级上进行一个选择 这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你看 现在假设说啊 因为这块我为了使得这个叠速稍微快一些 只选择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啊 相当于是叶子样本的一个 切分的一个样本个数 第二呢 我指定了一个n值 这个n值啊 就相当于是 咱们就是 好比说吧 我现在就要有一个参数 叫做一个数的个数 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认为啊 就是数的个数不同 会对结果产生一个不同影响 一会儿啊 咱们再给大家来看 就是这个 随意森林啊 数是怎么样去构造的 然后呢 怎么去做啊 我们刚才不是实力化出来一个东西吗 叫做一个grade3CV 然后呢 用我的这个grade3CV里边 我需要传进来什么 第一个参数 是我传进来的一个分 就是你的一个算法 比如说刚才你的指定好的这个算法嘛 第二参数就是 你现在想调节参数 调节参数的时候 有哪些参数的候选项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把这些参数候选项 写成一个字典的格式 咱们来看 这是第一个key 这是第一个key 对应的三个值吧 这是第二个key 这是第二个key 对应的三个 啊 Y6值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们写成一个字典的格式 用字典的格式啊 传到我们当前的这个SKLearn当中啊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不是传到SKLearn当中啊 是传到这个grade search CV 相当于是参数的便利选择 然后呢 和我们有个CV 相当于是cross validation 也就是我们进行几次的交叉验证 交叉验证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嗯 现在比如说 交叉验证这个东西 还没给大家讲过吧 嗯 给大家来说一下什么 叫做一个交叉验证吧 我需要打开一个画图啊 咱们这个灵魂画石又来了 嗯 比如说我现在的一个数据集 是这个样子 在数据集当中啊 比如说 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分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说 哎 这是一个训练集 比如说 咱们现在一共是有100个样本吧 然后训练集 我占了10个样本 然后呢 不是咱测试集 占了10个样本 相当于最终进行一个评估 然后训练集呢 我占成了90个样本 这也是可以的吧 然后接下来要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不是说 现在我有一些参数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调吗 那你调参怎么办啊 咱们这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的测试集 是非常非常非常啊 大概是100个非常吧 这么多个非常宝贵的 所以说不到最终一步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用我的测试集 来进行一个评估的 测试集 只有是当咱们最终选择参数 把这个东西都定好之后 最终我测一下 它在实际的环境当中 它是什么样 这个时候才用测试集 那选参数的时候怎么办啊 选参数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对我的一个训练集 进行再一步的划分 比如说咱们指定一个CV 相当于是交叉验证吧 咱们别指定5 指定5我划不过来了 咱们指定一个3 指定3啊 就相当于是 要把我的训练集 注意点啊 就是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训练集吧 90个样本啊 把我的训练集 平均的 注意点 平均的分成三份 每一份当中都有30个 比如说第一份 我给它写个名叫A 第二份呢 叫个B 第三份叫个C 每一份当中啊 都是有 你看这是30个 这也是30个 这也是30个 然后要它干什么 我要让我的一个交叉验证 不是去评估一下 当前的一个参数的一个效果吗 所以说啊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建立三次模型 第一次我用A加B来进行一个训练 相当于是用Z90个样本进行 Z60个样本 30加30嘛 60个样本进行了一个训练 然后得到了一个模型 比如说我得到了当前第一个Model 我写一个Model1吧 第一个Model当中 比如说我建立完一个模型 我知道得到了一个当前的一个精度吧 将会当前精度 我用P来进行表示 当前精度是怎么来的 是我用C来进行一个 就是A加B进行建模 然后呢 我再拿C来进行一个测试 得到当前的一个精度 用P来进行表示 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不拿A加B了 我拿A加C来进行一个建模 拿我的一个B来进行一个测试 可以吧 得到了一个精度 它是一个P2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第三次 第三次我用B加C来进行建模 也就是说啊 你做了 你看你切了三份 咱们就可以建立出来三种不同的模型嘛 A加B A加C B加C 只好三种嘛 然后你拿A来进行一个测试 你得到了一个P3吧 相当于是现在我得到了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模型 A加B的一个精度 还有第二个精度 第三个精度 那你说你得到三个精度的目的在于什么呀 它的目的呀 就在于比如说 当咱们在进行一个参数的评估的时候 可能说你选择的一个评估的集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验证集 可能你选择到那验证集 里边数据恰好就是有一些问题呢 恰好有一些离群点 有一些异常点 有一些不好的数据 那会使得你最终结果偏低吧 那如果说你选择到这个验证集 里边的数据又太简单了呢 如果说太简单了 就会使得你最终的评估标准 偏高吧 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偏高 有可能偏低 这个偏高偏低能差多少啊 一会儿当咱们看那个案例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来 可能差到个10个百分点有没有 10个百分点是可以出现的 所以说现在为了避免这个现象 你别偏低也别偏高 我想得到一个稍微就是靠谱点的值 怎么办呢 现在你不有P2 P3吗 很简单 P1加上一个P2 再加上我的P3 最终三个结果值 除上一个3 相当于算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平均 算完了他们的一个平均之后 我就知道了 最终现在一个大约靠谱点的值是多少 它可能就是也不偏低了 也不偏高了 偏平均的一个值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交叉验证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你看这个是我CV等于3 然后我CV等于5 可不可以 CV等于5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平均分成了5份 平均分成5份 咱们就是可以建立出来5个模型 比如说A加B加C加D 然后拿E来进行测试 这是可以的 所以说相当于 就是你指定CV的个数越多 我进行交叉验证 平均分出来数据级越多 最终得到结果是越可靠一些的 一般情况下 就是这个值 我们也不需要给它设置的太大 就是没有说设置个几十的 一般情况下 这个等于5等于10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我建这个5 它是最多的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CV设置成一个5倍的 或者是5折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交叉验证的一个目的 在我们参数选择当中 我们用的最多的方法 就是这个交叉验证了 然后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点 就是我们交叉验证切分的什么 切分的一定是我的训练级 而不是我的测试级 最终当我选择好了这些参数之后 不再进行任何调节的情况下 我再拿最终的测试级来看一下 什么 也就是当前选择出来最好的那种参数 它的一个测试效果是等于什么的 这就是训练级 然后测试级 还有验证级 就带大家导物一遍 训练级干什么的 训练级是用来建模的 验证级是在我建模当中 去选择什么样的参数 做交叉验证的时候用的 测试级是我最终 盖棺定论 就给它进行最后一次评估的时候用的 所以说咱们先有这样一个东西 训练级一个tun 然后验证级一个validation 一个训练级一个test 这就是我的数据当中 通常我们要分成这三个部分 然后咱们来看吧 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定一个cb cb等于5 相当于是做了我的一个交叉验证 然后你看交叉验证里边 我们传进来什么 我们传进来的是这个 就是我的一个训练级 你看这个tun 还有一个targettun 相当于是前面 咱们不是通过了一个tun test 然后分别得到四个东西 这个四个东西相当于是训练 就是训练级的x 训练级的y 测试级的x 测试级的y 相当于是这样四个东西 然后我们用训练级 来进行一个交叉验证 找出来最好的一个参数 找出来最好参数之后 你看这个grade 是我实际化出来这个对象 用这个对象 我有一个scroll值 相当于是一个得分值 然后还可以打印 它的一个best parameter 相当于是最好参数 最好得分 这些东西就是 你说老师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它该怎么用 或者说不知道 它有什么属性的时候 怎么办 你把这个函数 gracer cv复制过来 然后你复制到 就是你那个 就是那个API文档 咱们不给大家看了 sklearn当中 它有一个API文档 你在API文档当中 就可以去找 什么样的一个参数 它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它这个参数当中 它得解释 所以说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在API文档当中 去查到 然后咱们来看 下面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这里边你看 这里块有三个参数 这块有三个参数 三乘三得几 三乘三得九 也就是说 咱们一共有九组参数的候选集 在九组参数候选集当中 接下来打印的就是 每组参数 它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咱们也先不用去挂了 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有这样一个函数 可以去帮我们进行一个选参数 最终它帮我们选择出来 当前最好的一组参数 是me simple split等于3 然后咱们的一个数的个数 等于100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认为 现在是最好的一组参数组合 其实咱们现在就是 随便写了两个参数 看起来少一些 这样情况下 我们需要考虑的参数 要远远大于这个值 也就是说 组合同样情况下 还是蛮多的 在这么多个组合当中 选择出来最好的那个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SKLearn当中 它的一些基本参数的使用 还有咱们在决策数模型当中 它所涉及到的一些参数 分别都是什么 谢谢大家